2015年有一条美国的小学数学题要用连续加法做5乘3 学生就答5加5加5但是正确答案是3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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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6年一条台湾的小学数学题问题是901减多少195等于106 学生用直式计答案是7但是正确答案是用约数去计 2017年一条香港的小学数学题问题是改写2300克 学生答2.3公斤但是因为未学点数所以正确答案是2公斤300克 物理学家费曼小时候都曾经被人说过他计算数不可以用算术去计算 而要用代数去计算 后来费曼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他就说 根本不存在你要用算术去计算还是用代数去计算 这些是学校发明出来的虚假诊述 令到要学习代数的学生可以合格 决定必须让我学习 Ro happened 我学习的既然专确认我是完全不在学习 learning the whole ideas was to find out what Deck x was and He didn't make anyas difference how you did it 没有这样做的事情是 你不做它是以来的 你不做它是以来的 而是以来的 那是一种错误的 那是他们在学校的 所以那些孩子 在学校的学生 可以全都可以通过 他们在学校的一种 那些人如果不想想 你会继续他们的答案 可以开始解决 准备7 到两边的变成 如果有一个分数 就变成了两边的变成 在这一组一路的变成 在中一个人的解决 你没懂得解决 什么你也做到 要设定的 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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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